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不去取经改行说电影的悟空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荒岛求生的故事 阿克是一家快递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在一次公务旅行中,飞机逝世了 他靠着救生艇被冲到一座小岛上活了下来 而他的同伴却都丧生了 就这样他成了现代版的鲁冰逊 于是他赶紧在沙滩上写下了求救型套 并把冲到岸边的快递都捡了起来 但是他的信念让他没有急着拆快递 而是开始寻找食物 很快他找到了椰子 暂时地解决了饥饿和口渴的问题 并开始在岛上四处观察 等到他爬上了岛的最高处后 发现这里是一座荒无人厌的孤岛 这让他感到绝望和无助 只能一遍遍地看着未婚妻的照片寻求安慰 可是一直吃椰子也不是办法 他想要捕鱼,但是却怎么也抓不到 他成是划着救生艇出逃 但是巨浪一次次地把他打了回来 阿克不仅自己受伤 救生艇也被礁石弄破了 他就这样被困在了这里 这时阿克终于开始拆快递 虽然得到了一系列求生工具 但是阿克却留下了最后一个快递 把它送到主人手上 当作自己活下去的动力 他也终于可以捕捉到食物了 但是没有火 生冷的食物让他十分地崩溃 他想要钻木取火 就算了手都破了还是不行 于是生气地把一只排球给砸了出去 翻完脾气后 他看着排球上的血迹 于是给他画了一个人脸 就这样排球成了他唯一的朋友 在排球的鼓励下 阿克终于成功了 他也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有了火之后 他有了充足的食物 就这样在荒岛上过了四年 已完全变成了一个野人的模样 没想到在他想要放弃逃生时 大海却给他送来了一块铁板 于是他重新燃起心面 想用他做翻键一个木筏离开这里 就这样阿克开始了他的航行 当然还带着他唯一的朋友排球 和那最后一个快递 虽然风浪巨大 但他坚持着不断和排球说话 给自己打击 也因为有排球这个精神信仰存在 他漂流了很久也不觉得孤独 但是风暴还是来临了 他的帆被吹走 好朋友排球也被海浪带走了 虽然他不顾危险地去追 但还是没能救下他 这让阿克濒临崩溃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他梦中的船只终于出现 救下了他 可当他回到现代社会后 心心念念的女友已经嫁给别人 并有了孩子 他十分难过 当所有人欢呼着迎接他的归来时 他却只感受到满满的孤独 但是经历过这么多的他 没有自暴自弃 并把每一天都当作上天的恩赐 也真的把最后一个包裹 送到了他主人手里 之后在路口徘徊着他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姑娘 帮他指路 他也让阿克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所以不论遇到任何困境 都要对生活充满希望 好了 今天的电影讲完了 喜欢的亲 记得点赞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关注哦